说礼仪啊 这狗狗不一定爱学 但吃狗狗一定喜欢 可最近在浙江金华 有一只狗狗就过得挺惬意 到什么程度呢 撒月的狗狗和两岁的娃一样重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饲养员身上 是一位自找有乐的老爷 您瞧瞧啊 画面这位就是他 一时兴起 想给两岁龙凤胎的外孙子外孙女称体重 于是就地取材 拿起老式的杆秤 往俩孩子身上板根绳子 用秤上的小钩子这么一钩 只见秤杆一头是孩子 一头是秤驼 这份量就出来了 外孙女26.5公斤 外孙子25斤 随后老人家又把自家 养了三个月的小黑狗称了一下 25斤跟外孙子一样重 但请大家注意啊 孩子们是毛重 狗狗是净重啊 所以这个结果老爷不满意啊 这怎么养了两年呢 还不如养三个月的呢 我想对这位老爷说呀 这狗狗一吃吃一锅是吧 饭量顶椰仨 这是不是胖的很有道理啊 说实话 我小时候也被这样撑过 在半空中被拎起来这感觉 至今记忆犹新 童年去世 有老爷称重这一桩 还有这老爷 是个好老爷 就是有点费秤啊